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我是九毛 现在是下午的4点40分 你们会发现我今天的背景和平常不一样 因为我现在在 在宿舍 在学校了我要开学了 这也是我第一个在学校里面录的视频 今天我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在学校的收纳是怎么样的 也让大家和我一起来整理 但是真的是非常乱 因为我两个月没有回到宿舍了 现在回到宿舍就非常多灰尘 那我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我宿舍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这个是门口 这边有个全身镜 全身镜 还是非常有空的 我们宿舍是住四个人 这边两个 然后这边两个 我的床位再走进去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床位 非常乱 我告诉你们 真的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们一定要 好了我现在这个角度就是我在宿舍 我座位上坐下的角度就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后面呢是我另一个所有的床位 宿舍空间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 一个人可能就只有两平方三平方 就是非常小的空间 但是你要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你要放入你所有的生活用品 衣服啊化妆品啊床啊被子啊什么什么鬼的 都要在这两至三平方的空间里解决 嗯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我会尽力的整理整齐一点 嗯 然后我现在说话呢是完全不会影响到别人的 因为我为了录这个视频 我特意提早了一天来宿舍 来整理这个东西录这个视频 所以你们放心 我不会影响到别的宿舍的 像这么无聊的工作 那肯定是要来点音乐 来配合一下 最近我很喜欢听这首歌 是袁亚维的《绿星中旺季》 也很好听哦 你们可以听一下 这大概是我们一个人床位的大小 首先先看上面 是不是很乱 这个是个床帘 床帘的作用是什么 挡光 这个是不是很丑 嗯但是没有关系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就它挡光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有些小伙伴会问 咦怎么别人有些床帘是有顶的 我们没有的 好我告诉你 你看一个 两个 我们都是没有顶的 为什么我们的床帘没有顶呢 一我们觉得有个顶 就觉得好像 与世隔绝的感觉 就把自己困在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不太喜欢 二夏天可能会憋死在里面 会非常热 所以我们都 没有买那个顶 就只有买个床帘 哦我知道这个话们很丑 你们不用再说 但是床帘的功效不就是挡光吗 我们就用这个呀 就 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里面有个蚊帐 其实我们的蚊帐 重点不是用来防蚊子的 是用来防昆虫 比如说一些飞蛾 虽然说不是特别多 但是有时候还是要防一下的 我们宿舍四个人都是比较怕昆虫的 嗯 然后就是桌子 这边是有个衣柜 我们宿舍还是有空调的 空调 对 然后是阳台 在哪儿 阳台 然后厕所 卫生间什么的 说了这么多 我要开始来整理了 现在是下午的4点44分 我们现在要开始整理 我给自己预计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我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啊 尽量吧尽量吧 尽量吧 我这个床会有个主席 不是用来睡觉 我是要把它放在这个下面 然后上面再放我的床垫 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比较卫生 你看小慧是有个墙纸 这个墙纸是我和苏友一起贴的 因为我们觉得睡觉 老是挨到这个地方会非常脏 如果是那种石碑墙的话 我们就自己贴的这个墙纸 我觉得还蛮不错 挺好看的 我们现在擦一下吧 你们发现其实它这个杆子就这么矮 但是我大一刚开学的时候 我妈来帮我整理宿舍嘛 她就找了4个笋子 帮我弄高一点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必要要弄的东西 因为这么矮的纹帐 你坐在这 纹帐在这里就很压迫 这个比较高的话就比较舒服一点 对 虽然说它现在这个好像快倒了 我要给它再固定检验 你们看看这个花纹 就是超级可爱 但一刚开学的时候 就我妈给我买的一个三件套 汽车 我觉得好可爱 一直用到现在的大三吧 还是 对 对 因为在床上啊 手机没有电 又不想下去拿充电器什么的 所以一定要床下有一条充电线 上面有一条 我们这个床的床 我们这个床旁边呢 这个地方看到吗 这里对 这个地方会有插头 就可以充电了给手机 嗯 不用的时候要把它掉哦 然后第二样是 护手霜 不管是什么牌子的护手霜都可以 因为是睡前涂一下 当然 我有时候都是忘记的 会忘记涂 这个护手霜就是 曲程式的那一个 其实一点都不好用 哦 我这鼻子怎么黑黑的好像 哦 不管了 然后我这护手霜 其实一点都不好用 但是不要浪费嘛 就放在床头 记的时候就涂一下 第三样东西就是 充电宝和这个灯 其实我之前是用这个 这种台灯的 只是它老时候充电 我就觉得 有点累有点麻烦 不然就用这个 就会有个灯这样子 因为很黑的时候玩手机 我觉得对眼睛伤害太大 特别是我近视还这么高 所以我就不允许自己 在黑暗中玩手机 一定要开个小灯 这样子玩 就有种好像 哦这样子好像对眼睛伤害 没那么大的那种心理的感觉 唉 其实我不知道 就这样吧 就是这个东西 哦对还有最重要是纸巾 只是我刚来嘛 没有换上新的纸巾 我把纸巾放在这个 这个小篮子那边 这个小篮子有个非常好的好处 就是用过的纸巾嘛 不想下去人 放在这个篮子那儿 第二天再人 非常好 我觉得就适合这种懒人 然后你们应该看到 我带了个 湿地再过来 这个我还是特意洗的 我怎么洗它呢 首先我看一下后面 头这个地方还有屁股乳 这个地方 给它开了个刀 把它棉花都抽出来 然后把它皮 说皮好像有点恐怖 反正洗了一下 我是用蓝月亮加多芬的母乳 多芬嘛比较香 抱着它睡觉的时候比较舒服 然后因为我的缝的技术不是很好 导致它现在后面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它流了疤痕 有点丑 好屁股这个就流了疤痕 好 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现在我们要下去下面 下面才是个大工程啊 太多了 我想想就已经心累了 好吧 好了不要说废话了 我们下去吧 一起下去 看一下我在上学期走之前 就有用这种环保袋 把它盖住 稍微盖一下吧 让它不要亏成这么多 上面滞留的这些零食 其实已经现在我觉得 都放了两个月 虽然说还是能吃的 但是 我并不太想吃它 好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 来整理这个 桌子先吧 我现在这个桌面 基本上整理干净了 擦好了 诶 镜子看到我了吧 现在我们最重要是 哎呀我的天哪 这些是不是很乱 我知道很乱 你不用告诉我好了 我现在就要开始整理 这个部分 这个盒子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对 在宜家买的 应该很多人见过它 它非常便宜 但是具体多少钱 我已经忘记了 我就是用这个 收纳 女生必备要用这个东西啊 在吉指导十元电大创里面 10块钱一瓶 这个洗面奶我还没有用过 听说 不是很好用 就 试试用吧 价格才33块 港币 嗯 非常便宜 慢单的 慢单的什么 卸妆水 对 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它 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大的 微化饼干的味道 你们懂什么叫 微化饼干的味道吗 反正我不太喜欢 但是还可以吧 将军了用 好 那现在上面这个地方还有下面这个地方已经基本上擦干净整理好了 你们可能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空啊 还有这个地方 你们稍等一下 我洗衣箱都先拿出来就不会空了 真的是可能会有点乱啊 空间真的很小很小 但是我要在如此小的地方把所有东西放进去 还是非常难度的 那我就赶紧来打开洗衣箱吧 我觉得我的洗衣箱都要爆炸了 别人都是旅行的化妆包里有什么 我们现在开一个我上学化妆包里有什么 首先是个粉饼 因为它很小一个 这个我已经说了无数无数遍了 我就不再说了哈 然后这个隔离 这个Z的隔离我已经说过 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用它 因为它有美白的功效 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上学比较着急的人 这个必备 然后眉笔 还那小小眼线胶笔 还有这个Q6的遮瑕液 这个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我在哪买的 他搜不到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是在香港的装柜买的 已经很早之前了吧 也快用完了 就比较方便 剩下笔这样子的 上学就是这个 上学就是这个 还有双头修容棒 刷子 其实我上个学期这个都是装的满满的 我今天没有带这么多来 我下周吧过两周再带多一点来 今天刷子就很少 就这几版 但是也能满足我最近的需求 然后Bankle的眼霜 对这还没有开 一定要用 我这次学校就用这个 然后这是唇部打底 唇部打底 眼影棒 睫毛夹 放哪儿好呢 放这儿 然后大创的帅皮贴 这个我真的是无限回购 你们看这个 这里是我今天刚打开的 也是大创的 大创的帅皮贴 我觉得挺好用的 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看一下这个放进去 这次上去 我的眼影就代表少一点 真是没把脸影盘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很好用 因为怎么说呢 它里面的颜色 我觉得一般般都是偏浅的 没有特别的喜欢 但是也是可以日常用一下 是不是 不要让我费力 这个眼影盘 这个地方 口红 带了个YSL的13 放这里 腮红 这个我真的超级喜欢用 其实我们上次金鱼送 我就超级喜欢用 看到了吧 超好看的颜色 然后还有这个 The Face Shop的紫色腮红 还是高光 之前我吐槽过它 我觉得它非常严重 但是嘛 不要让我费这种东西 也是日常 时不时想起来 就用一下 还有这个 RD301 这个颜色我非常非常喜欢 好 放进来 以及这个是 小胖丁的小样 非常可爱啊 阿迪小屋的双头 双头染唇液 还是什么 忘记了 这个也还可以 因为它比较持久嘛 像上学 我就基本上 不会补妆的 就用这种 比较适合 TICKLE的睫毛膏 放在这里 接着就没什么啦 看一下 这是什么 然后带一个分装 我要试一下 这个粉底衣 好不好用 就没有了 基本上 我们去把它整理干净 现在 这个地方就是属于我放书的地方 你们看一下 是约书考证的 这是文件夹 你们放的是一些 歌谱 上面这里 小书啊 小书啊 然后这些书 这些是上课的书 这些都是淘宝买的 五毛钱的 五线谱本 我们这个专业 就是要比较读证本子 然后这些就是书 对 其实我书真的很少很少 跟别的小伙伴比起来 然后这里就是 我的洗脸精 我必备的洗脸精 这是一句密膜 我们这衣柜非常的小 很拥挤整理起来 所以我刚开学整理衣柜的时候 我都会 把它拆掉 然后我现在里面收拾好一些衣服 它是一些我不太穿的衣服 然后基本上一些睡衣什么的 我今天都会把它全部再洗一遍 对 想想觉得好累啊 那我就开始吧 我有很多的衣架 因为我喜欢把衣服挂起来 一它不会有折痕 二不要方便 我收衣服下的时候就挂回去 就比较好不用抵衣服了就 好 那我就赶紧来整理一下吧 这个是我上学期的 考试音乐穿的礼服 然后我后来我就赶了回家 就没有把它挂起来 我现在把它挂起来 因为这样子的话 会有一些折痕 哎呀 然后这是我两个眼罩 我在学校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戴眼罩的 因为我觉得很亮 我在很亮的环境中是睡不着的 超级好看的 而且它非常的柔软 这个毛毛 上面还有一种多分的味道 我是上学期末刚洗的吗 等一下再洗一遍吧 放在旁边 然后你们看 我这里会有两个小枕头 用来干嘛呢 这个红色的 它有两个用途 它夏天就用来坐椅子的时候 靠在后面 冬天它就是坐垫 然后这个比较薄一点的呢 就是我在床上会用的 因为我在床上 比如说玩手机的时候 我就想靠一下嘛 就是用这个白色枕头 我先把它洗一下吧 先把它外面的这个洗一下 好 放在旁边先 好了 我现在衣柜这样 基本已经整理好了 我这样学期没有带 特别多衣服过来 厚衣服就不是很多 厚外套就这一件嘛 其他都是比较薄的衣服 真的好累好累 那我们现在把这门安上去 现在是晚上的6点15分 我一共刚好是一个半小时 对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 我终于真是超级累 我现在简直就是 唉 差不多社调咸鱼了 真是非常累 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灯 这个 这个灯 我觉得还不错 主要是我想要一个暖一点的光线 比较好 特别是看剧的时候 像我这个其实就是标准的 就是学生写字的灯 所以这个灯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右手边 它打过来就刚好是 哎呦 打过来刚好光线 从这边来 我是左手写字嘛 所以就是刚好呢 写字的时候就用这个灯 像平常不写字的时候 我就开这个 这个灯 我关给你看好了 它是可以调节光线暗度的 诶 怎么关啊这个 就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还可以 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 我这个墙上有一些照片 这个就是去武汉的时候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苏友 苏友 这个就是好朋友也是 就去武汉去重庆 就跟这个朋友去的 然后这是我们家人 这是我苏友 他名字叫小陈 然后这是我妈 对他跟我一起敷新兰的 纵我 然后这是我妹 然后这是我刚刚去武汉的朋友 还有这个 这是我 然后我这个视频到这也差不多结束了 最后跟你们说一下 我这个椅子 是宜家买的 99块钱自己组装 我还是觉得挺划算的 怎么没有对焦到我呀 啊这样子 其实我还没有在宿舍入过视频 我还是挺想试一下的 但是嘛 这个宿舍光线真的不太好 是不是 就没有家里那样子 自然光这么多 如果我要在宿舍录视频的话 我应该会在我床上 就刚好对的 是我的墙纸 那样子应该比较 嗯 粘进一点 如果说你喜欢这类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多多贷幕评论收藏 投币的话没有的话 就不用投了 嗯 别忘记的关注我的微博 我微博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